同样也是在台中这个惨不忍睹的案件 是有一位21岁的年轻小姐跑去投靠朋友 却惨遭朋友在内 一共四个女的一个男的囚禁之后 还虐待到体无完肤啊 19天之后呢真的被虐惨死 警方已经依照了杀人等罪嫌 将这个四女一男给起诉 家属讲到杀人事件真的是悲愤到不行 认为这个凶邪还有没有一点点人性 被害身亡的是她 21岁女子留着一头长发戴上胶框眼镜 对镜头拍下自己娇羞的模样 脸书动态的留言提到自己不后悔深爱过对方 还在今年四月宣告自己稳定交往 每一篇留言都是对爱的憧憬 不过感情让她感到快乐 却也结束了她的一生 就在这栋偷天错的分租套房 21岁女子在今年九月到这个地方投靠朋友 却遭到谢姓的女性朋友 还有其他三女一男一共五人施暴囚禁被害人 凌虐致死 施暴过程全都在租屋处的这个房间里 但当时声音太大一度惊动邻居 21岁女子惨遭朋友虐待致死 一个家庭就此破碎 在两个多月后 亲属得知检察官起诉凶贤 却还是无法原谅 同样是朋友也同样身为女性 凶贤却发狠活动朋友将被害人 凌虐了19天 让被害人无法全身而退 丢了性命 尽管检掉起诉凶贤 却仍无法抚平死者家属 内心伤痛 中天新闻林家庆 张俊东台中采访报道